這項是從關西 上個禮拜五 早上逃風 現在搬到竹北來 今天是禮拜四的中午 它已經出來大量潤潮了 看起來是比較穩定的 這一項是上個禮拜四 早上在關西逃風 逃了兩次 早上逃一次 下午又逃了一次 所以在禮拜四晚上 傍晚大概五點半的時候 搬到竹北來 我們這個異地遺場的部分 就是去讓蜜蜂到一個新的地方 誤以為逃風成功 我們在欺騙小蜜蜂的感情 你看這一群 在門口山峰 開始守衛 基本上也應該是穩定的 明天早上我們來看 這兩箱 有沒有開始大量的採集花粉 這一箱的蜜蜂是上週五 早上有逃風發生 當逃風發生的時候 我們利用遺場 從關西搬到竹北 讓蜜蜂接觸到新的環境 那以為逃風成功 逃風發生的時候 盡量利用傍晚的時候 來做遺場 遺到新環境之後 我們會餵食一比三的吸糖水 去穩定蜜蜂的情緒 因為蜜蜂在遺場之後 它會重新潤潮 前面一兩天 基本上很少出去覓食 它任潮這段期間 就要補充一點糖水 以免它餓死 這中間 我另外有餵一次的花粉團 讓蜜蜂有得吃 高濃度 高糖分的花粉團 在你糖水被吸食完之後 還可以撐一段時間 通常 蜜蜂移場之後 重新認識環境 我們要想辦法讓蜂王開產 也就是說 讓蜂王開始下蛋 因為下蛋 三天之後 會孵化成蟲 蟲五天之後 會化成蜂蓋油 大概十二天之後 才會有釉蜂出來 這整個二十天到二十一天 是這一箱蜜蜂的空窗期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讓蜂王下蛋 給牠糖水 給牠粉團 不要炒牠 這是三個很關鍵的因素 那我們會在朝外持續觀察 看牠有沒有帶粉回來 如果蜜蜂帶粉 帶蜜 回到這裡的話 有出去採粉採蜜 基本上這個蜂群 應該是穩定的 那你看牠這一群的蜜蜂 進王片之前 飛回來 很快就進朝了 而且牠帶粉的量還蠻多的 基本上裡面蜂王應該是開始開產的 這時候還是不要去炒牠 因為為什麼 因為現在才第七天 還不到第七天吧 六天多 還沒有滿七天 這時候裡面都是 應該開產的話 都是蛋 或者是小蟲 如果你這時候去炒牠 蜜蜂有可能把 蛋 小蟲咬掉 氣潮而逃 我們得不償失嗎 你看牠先回來的時候 帶粉的量很多 那什麼時候我們可以開始開箱檢查 通常啊 你從生命的週期來看 三天蛋 五天的蟲 十二天的子 所以比較適合的話是 兩週到三週之後 再來開箱檢查 會比較適合 因為蜜蜂有護者的特性嘛 只要是三日零 四日零 五日零這種大蟲 和蜂蓋子的話 蜜蜂基本上是 不會氣潮而逃 所以我們會選擇在 帶粉回來之後的 第二週 第三週開始 開箱提皮檢查 你看牠現在每一隻回來的時候 腳上都帶一點粉 而且帶粉的數量很多 通常我們怎麼去判斷 帶粉的數量多不多呢 你去觀察朝外回來的蜜蜂 它如果十隻裡面帶一隻粉回來 有十隻蜜蜂回來 只有一隻帶粉 這個還不確定牠是不是開箱 像這種情況的話 十隻蜜蜂 有超過五隻蜜蜂都帶粉回來 基本上你就可以安心了 有沒有看到 粉很多 所以我們在管理陶蜂 要有一些訣竅 千萬不要陶蜂一搬回來 兩三天就給牠開箱 那這樣子蜂蜂也不會安心的開產 陶蜂是救 救就沒有意思了 陶蜂救援 一定要有步驟的 我們來看另外一箱 這一箱呢 是上個禮拜四 陶蜂的 到現在滿七天了 這箱就比較不穩定 為什麼說牠比較不穩定呢 你看牠飛回來的 牠的巢外有一些咸崩 就是沒事幹的蜜蜂 在巢外晃來晃去 而且牠帶粉量不多 所以這一箱就會持續地 把禁王片卡住 還是有帶粉回來 一隻 禁王片什麼時候撤 你提皮看有護紫 有封蓋子 有大蟲 那基本上你封 那個前面的禁王片就可以撤掉了 可以不要了 你看這兩箱喔 同時發生陶蜂 兩箱的狀況就是不一樣 所以這一箱的蜜蜂呢 可能就還沒開產 就要嚴加看管 以上是我的經驗呢 給你參考